这个戏我觉得如果80%走进来的人都和我们一样 他们本身也是移民 或者他们曾经也是移民 或者他们的父母也是移民 居于在理解与不理解 中文与英文之间模糊的状态 这种才是我们共同的预言 我叫曲月明 我今年25岁 我是创Stage的创始人之一 我是2018年的时候和我的几个本科的朋友 当时我的几个朋友在读研究生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创立了创Stage 我们最早的状态 一个纯中文的学生剧社 在毕业的时候 大概是2019年的年底 2020年的年初 把创Stage注册成了一个 在美国的nonprofit戏剧公司 主要去做更多的 华裔亚裔新戏剧这样的作品 在波士顿的话 我们主要是去做更多更成熟的作品 因为那边的观众相对来说 我们会更能够接受更传统的话剧 希望在业界有更多的影响力 希望和美国主流的戏剧 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整个在纽约的项目叫Prototype New York City Prototype的意味是去做一个小型的范例 去实验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纽约 我更多的是希望去拥抱 独立艺术家们 她的那个创想 然后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去做一个小型的 Work in progress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像我们最近做的 《我如何隐墨》这个作品 那我们的核心团队都是戏剧人 有很多物有很多动作 然后有很多属于他们自己 独特的这样的理解 比较更加先锋 或者更加新兴的作品风格 在美国戏剧界做双语内容 我觉得本身移民的经历 就是不全部理解 或者不被理解是移民的常态 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 字幕的出现有它的好的部分 这个戏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给英文的观众 出去传达这个戏的美感 或者中文的美感 不做字幕的话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中文属于拥有它的人 我们亚裔移民中国人 为白人世界牺牲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戏我觉得 如果80%走进来的人 都和我们一样 他们本身也是移民 或者他们曾经也是移民 或者他们的父母也是移民 居于在理解与不理解 中文与英文之间模糊的状态 这种才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就是语言本身我觉得是虚幅的 这几位艺术家 每人操着他们的这个木偶 然后大家一起 有一段subboy dance 本来是很欢乐的一段 然后我在旁边就是哭得很难看 我觉得它基本是概括了 我们作为亚裔女性 在美国或者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每个移民都来追梦的一种状态 它是我们所保留的一小段东西 我们是可爱的 我们是柔软的 然后与此同时 它又是对于更大的这个世界的一种观察 反过来又刻画了我们自己的状态 然后去拥抱我们自己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 继续我们在祝福这五个人 和很多其他人 今天在背景中和我们一起 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了这个节目 将会变成了这个节目的未来 为艺术家打造一个允许他们这样做的空间 或者是我的工作 是我能做到的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像亚裔需要更多的进入这种 就是decision maker的角色里面去 就比如说像我去做制作人 那么制作人如果我说我in control of budget 我能够去决定谁来进入这个剧组 我觉得拥有这样的权利 而且更多人去拥有这样的权利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谢谢 谢谢 这个业界没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压医 中国人 然后还是外国人 如果我要是不是去牵持下来的话 那可能别人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只有一个人可能了 第二个人才会觉得有可能 那么后来可能有一天做戏剧人 可能像做程序员一样的人一样多 在很多业界人的眼里 就是美国人的故事是白人的故事 打剧场的门打开 让更多的人走进来 让更多的人在剧场里面感受到快乐和安逸 让更多人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路漫漫的工作 但也是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点